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方大同的简单最浪漫迎接这个 很快就到了周末的到来啊 虽然现在外面还是阴着天 不过好像天气一暴告诉我们是明天是一个晴天 对好像明天天会好很多 所以呢这个周末还是心情很愉快的 对不对 可以出去走走啦 可以出去走走 一首方大同的简单最浪漫 我不用多说只要我们都爱着 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 Yes I do 我不用多说天天比喻大多了 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一直这样 只有我能 Yes I do Yes I do 在家猜猜猪 Yes I do 但我们都是一队白饭老人家 记得孩子的爸爸妈妈 Yes I do So that you can 一辈子 我们这是路人家 但是我们的爱情也足够我们的爱情 像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用来跳街舞吗 可以啊 我觉得这感觉就好像蛮适合他们昨天说到的Urban dance 我也刚感觉到 像现代感 像那个昨天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还被人嘲笑老 对不对 现在有的时候真的是得来全部 有一个晚上的进步 对啊 没有没有没有就得来全部费功夫嘛这样 其实方大同挺好的啊我觉得他 他也算是一个对鬼才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我对这种这种外形的然后瘦瘦的戴眼睛 然后又写出很棒的歌人 我觉得都不错 都特别喜欢 对对对 是你的菜 是我的菜 OK 但是我还想好像还有什么其他人是这样 你说唱歌的吗 对啊 嗯 肖静腾算吗 不过他不是斯文型 对啊 而且他戴眼镜吗 哦不戴眼镜 对啊 你喜欢戴眼镜是吗 我也搞不清楚啊 就感觉这种人应该是很有才的那种啊 对 我也不知道 长得就是一脸很有才 对啊 长得一脸很有才 好的这个今天呢 仍然是两个小时节目跟大家聊天啊 这个我们的手机短信是021-010-998 或者电话09525-1042 欢迎大家来点歌啊 或者说跟我们聊轻松的话题啊 仍然是两个小时 我们是104.2啊 99.4 是的 还有TV29台啊 这个一起大家收看和收听啊 其实呢 这个节目开播了 今天几号 今天12号 12号 我们是 好像是11号吗 11号吗 我记得了 天哪 我们自己都忘了 好像是11号 所以昨天已经算是三个月 四个月 四个月 嗨 还说我不记得 我是数学不好 所以四个月要要这个搞跟蛋糕清楚一样 对啊 可以 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做了四个月节目啊 感觉这个最深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下午两个小时的时间的陪伴 挺好的啊 那其实呢也不再说给大家说什么多么多么深刻的道理啊 或者说回顾什么多么深度剖析新闻 我觉得呢不在于此啊 更重要的是两个小时的时间呢让大家有个轻轻松松的地方呢能够陪伴一下 是聊聊天 聊聊天 听听歌啊 这个插课打魂 还是插魂打磕啊 都一样啊 反正就轻轻松松把这两个小时过去了啊 这个下班的时候啊 听听这种轻松的话题会比较有益啊 有益健康 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年轻 呃 今天呢 首先说这个呃 再说一两句板球啊 嗯 因为是昨天有这个另外一部分的比赛 今天早上呢 这个决赛的对手呢 已经决出了 是英格兰啊 我个人呢 还是比较呃 愿意看到这个结果的啊 是吗 对早上看到结果啊 躺在被窝里看结果啊 这个看到结果之后 噎了一下啊 也好 你不会想要看到新西兰队澳洲吗 嗯 这是很理想的状态啊 这个我们打澳洲 然后在决赛把他们痛扁一顿啊 然后我们复仇啊 然后这个新西兰球员跑到澳洲球员面前 再做个鬼脸啊 报四年前一箭之仇啊 可是这个世界上太完美的事情呢 往往是不能实现的 不存在 实际上这个新西兰板球队呢 每次碰到澳洲就输啊 所以呢 还是世界冠军更重要一些啊 当然无论是打澳洲 还是打打新西兰啊 对打英格兰啊 这个新西兰板球队呢 都是处于下风的 嗯 就是比较 如果要赢的话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可能比较稍微困难一点 最简单就是你看那些赌博公司啊 那些什么gambling的网站啊 可能都会把 认为 认为这个英格兰赢的赢面比较大一些啊 这个新西兰吧 就被认为是一个underdog 嗯 其实呢 这个有的时候啊 会有一种情绪啊 就会不知不觉的去支持那些underdog 尤其是当 你是中立的时候 我本人是有这种情绪的 当我就 比如说看以前看足球看世界杯 这个两只跟我完全毫不相干的球队在那里比啊 我一般会倾向于支持那些实力偏弱的一只 你觉得他已经够可怜了 还要给他就是打call一下 就打call一下 希望他能逆袭 而且如果他明明是underdog 但是如果有赢的这个结果的话 可能大家也会比较正正 很开心啊 对啊 很开心啊 说明underdog也有出头之日 对不对 更何况这次是新西兰打英格兰 所以呢 大家都当然是要支持他 这个星期天的晚上九点半啊 Prime TV会直播啊 大家可以啊 想睡得着睡不着觉都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反正睡不着的话很快就能睡着 然后今天呢 上节目先看到有一个挺有意思的 关于这个板球队比赛的这个一个场外的一个花絮啊 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是什么呢 说这个比赛呢 从九点半开打啊 一场板球比赛怎么也打一个五六个小时七八个小时吧 五六个小时吧至少 所以呢很有可能打到第二天凌晨 是 所以很多KBA就开始讨论啊 这个第二天请假怎么办 哦因为他是在周日晚上啊 对啊那第二天早上要不要请假 哎呀我觉得好玩啊 这个KOSIC啊 然后呢今天就有一个有一个网站呢 就给大家推荐了啊 几个怎么样在星期一请假 又不被老板注意的 哦这有趣好 有什么呢 然后我当时觉得 虽然我们华人不可能啊 不怎么看板球比赛 但是难保下次没有什么足球比赛 对啊或者篮球比赛 或者大家想看的比赛是在星期天晚上 对啊 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接接 给大家讲讲看啊 这个希望老板没有听 说呢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在星期五啊 就是今天啊 在剩下的日子里面 剩下的时间里面 不是装病 就是到处跟人说 就是讨厌板球 就板球这玩意有什么好看的 你知道吗 就是到这边说 这有点假吧 我hate cricket 没有关系 如果是华人听众的话 我估计你华人老板也应该不知道 你这个板球是怎么回事 你当时说这个臭板球谁要看 然后到了星期一 你COSIC的时候 老板不会想到原来他去看板球的啊 还有个办法就是刚才小乐讲的啊 就现在开始呢 就哇 这不舒服 我感冒 好头疼 好痛啊 这个病可能一病要病 也好几天呢 就哎 刚才在办公室 好多同事都说头痛 是吗 最近流感比较严重 我在想大家 想看板球 想多了 就是另外一个办法啊 呃 还有个办法呢 就是啊 呃 很多人这个tips呢 说如果你光光星期一 call一天sick 这个实在太可疑了 嗯 就一天 哎 就一天之后你就好了 周二你就兴高采烈的去上班 对 这个不太好 说干脆呢 连周二一起call sick 要不要一整个礼拜都call sick 那不行 那得出那个什么医生之名之类的 太麻烦 对不对 call两天sick 啊 就连着call两天sick 然后呢 这个好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你星期一call sick啊 然后星期二call sick呢 还可以 呃 继续庆祝一下啊 如果新西兰赢了的话啊 啊 如果输了的话 可以继续在这个 呃 哀悼 消怀一下这件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挺好玩的 啊 没有心机 或者在 还有 他说还有个办法啊 就是到了周六啊 或者是周天白天啊 发一些 呃 在社交媒体上发一些动态啊 说自己啊 这个不舒服啊 这个难受 所以下次如果看 当你朋友圈就是 摸在床上 然后 这些已经用过的办法 我是不会再用 那那你这个是私密办法 我私密办法不能告诉大家 好 这个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大周末的啊 大家都个乐 挺有趣的啊 呃 希望大家能够在周日晚上 能够看一下这个比赛吧 啊 至少看一会儿啊 这个 对 有的时候呢 看多了 你就会习惯 我们刚来的时候 其实不论是橄榄球 或板球都看不懂 是啊 都看不懂啊 也是慢慢慢慢的 就看进去了啊 就会觉得有意思 所以你也是在这边 才学着看板球 对啊 板球橄榄球 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到这边才看 那有的时候看进去呢 就会觉得有意思 蛮有趣 你想在新西兰 你打开电视 不是板球 就是橄榄球 对耶 对不对 不然就是高尔夫 好像 不然就是高尔夫 其他他也比较少 是不是 所以呢 如果你让自己能够 真的看懂的话呢 对大家都挺好的 不是吗 好 我们休息完 这段老高 之后马上回来 一首来自谭维维和汪峰的 石头在歌唱 小乐猜猜是谁点的 大康老师 哇 你怎么那么聪明 因为想说大康老师 最近好像每天都喜欢 给我们点一首歌 是 而且大康老师 现在那个每天都很调皮啊 他在点这首歌的同时呢 再次提醒我啊 记住是蛮 石头在歌唱 不是馒头在歌唱 也不是枕头在歌唱 你最好每天点歌的时候 都来这一处啊 我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就像今晚永不忘的 喂你好 两位好 我要点个 听哪一首 点观生结唱的空中结缘 空中什么 空中结缘 空中结缘 好的 谢谢 拜拜 那时我听到 石头在歌唱 接到在哭泣 独见我再见 叫 那时我听到 那时我听到 石头在歌唱 什么 什么 人家 在歌唱 就像 在哭泣 独爱 跳 独 defense 正在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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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卷活在掙扎 我终将在结束的地方启程 只为了奔向那告别的聚会 我知道这一切是早已注定 抗争者只为了微笑的离去 石头在歌唱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石头的歌声 我只听到馒头的歌声 馒头 枕头的歌声 对我听到的枕头在呼唤我了 这么困吗 这个下午已经4点25分了 这个困一点也是很正常 没关系啊 接下来就是周末了 小乐可以在家睡两天 然后星期一再call个seek 然后你就会说我在看板球 这个呃我看一下我没有短信啊 这个呃 韦号3663的朋友说哇那我5点就起了 其实刚好看个结尾 9点半开始8个小时 我估计打完了啊 估计打完了 如果能坚持到这个早上5点的话 那这个比赛真的是 应该不至于吧 所以假设如果3点或4点起来 还是可以刚好看结尾的 是 如果大家睡不着 或者说半夜 哎 醒过来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 啊0028这位朋友说星期天那场球 blackcap肯定打得很艰难 让希望有突破啊 呃打得很艰难没关系 只要最后赢就行 嗯 对 我今天有看这个英国英格兰 对澳洲那场比赛的回放啊 呃 因为虽然我虽然我也看板球 但是也没有迷到 所以半夜会看这场比赛 呃 刚好相反 特别轻松 是吗 特别轻松啊 澳洲好像是拿了220多个人 然后轮到英格兰上场的时候呢 就英格兰前两个打击手啊 就两个人我看到100多了 还一个都没发现啊 一个都没被那个 哇 那个什么呃 被呃出局啊 打出局 从同音到尾的局势 就基本上这两轻轻松松就100多分了 100多个人啊 这个澳洲现场的澳洲球迷都绝望了 在那里我都会不忍心看他们的表情啊 就是呃 尤其我我看到有一幕就连续打出6分 嗯 就那个投手上等之后那个打击手啊 就轻轻松松一撩就出场6分 一撩出场6分啊 那帮澳洲球迷就欲哭无泪 嗯 基本上是轻轻松松拿下 等那个呃英格兰超过了澳洲的200多个人的时候 就比赛结束了不用再打了嘛 嗯 英格兰还整整剩下8个球手 就才出局了两个 嗯 整整8个wicked 没有上场 对 这简直就是怎么说屠杀 真的是屠杀 如果小乐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呢 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啊 就相当于这个有一年巴西和德国踢世界杯 嗯 德国踢了巴西呃7比1 哦 OK 差不多就是就是这种情况吧 这个其实很难想象啊 这个澳洲居然如此不堪一击 也说也说明现在英格兰确实强啊 所以这个呃 星几天的比赛呢 确实不好打啊 呃 可能昨天我们在说那个昨天说英格兰 虽然是板球发源地 但现在不怎么样 就他们听到了 对 支持而后涌 有没有 是 就是不行 我们这个节目的影响力这么大 那要不然我们现在夸一夸英格兰 让他们那个叫 不是应该夸一夸新西兰吗 不是我可以夸一夸让他们骄傲嘛 哦 OK 就自满了嘛 对不对 然后就松懈了是吗 就觉得这个冠军是如碳囊取物啊 结果发现到那天是不行的啊 挺有趣啊 呃 说了半天板球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会嫌烦啊 这个反正我们也看不懂你说半天 那我们说说其他大家听得懂 至少我说的爽啊 对啊 感觉你听说的挺开心的 好 说说其他的啊 呃 今天呢 这个新西兰奥克兰有一条新闻 这个说是 哎 奥克兰也出现了豪华鸽子龙 呃 其实呢 以前我有看各种新闻的时候就对 呃 我们知道香港啊 嗯 啊香港呃 有一个现象啊 有香港年轻人的租不起房 是 香港房租太贵 对啊 那买那连房都租不起了 更不用说买房啊 所以呢 在香港有一种特别特殊的一种居住方式叫做汤房 汤房啊 汤汤 这个字很难写 所以不是喝汤的汤 不是喝汤 你一讲汤房 我第一个想到自己要喝汤的汤 小吃店 每人进去一碗汤啊 不是这样 汤汤这个意思呢 可能可能只有粤语里有啊 这个或者说这个古汉语里有啊 国语里好像现在没有这个意思了 基本上就是分割的意思 OK 就是把呃一个很大的房间分割成一小一小间啊 每一间都独立成系统啊 可以住人啊 一小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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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跟那个有点像有点像那个嗯 在日本有那些什么胶囊公寓之类的啊 就是很小这胶囊公寓可能还大些 汤房就特别小 可能就是我们这个这样大的一个演播室啊 嗯 可能这个听众们看不到啊 观众们也看不到因为这个镜头关系 中间可能还能隔出一间了 就这么两间可以住两个人 基本上就只能放一张床 里面就只有床 一张床啊 然后呢可以放一个桌子 嗯 可能放个衣柜啊 衣柜都勉强啊 可能有个一个衣柜的地方吧 这个汤房还分大小 还有豪华和简易汤房 那当然 对不对 然后呢可能可以放个放个桌子 放个电脑 放个电视机脚 就这么多了啊 嗯 以前呢我就觉得看这个新闻的时候 觉得香港年轻人真的是啊 他们的这个静远啊 有点通情他们 嗯 今天我看到这个这个新闻 之后我第一反应就是啊 原来这个难道奥克兰 现在也有汤房了啊 说实呢 在最近呢在奥克兰市中心的 Semistry 要开一家新的 呃叫成人宿舍啊 这个标题 听起来怎么有点奇怪 这个名字 刚才还说喝汤 现在又成人宿 就联想啊 可以有点联想啊 另外呢 这个地方呢是一个 呃三层小楼啊 一共有22间房间啊 九个卫生间 呃 然后记者在实地探访的时候发现呢 一个卧室只有七平米 哦 那不就是 七平米 差不多就是一个车位的大小 就是差不多一个车位的大小 三层四之类的 我们这个怎么到也得有 对三乘四还 一二三 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直播间差不多也只有八九平米 七平方米不就可能一乘六一点五乘五点多之类的 三乘三是九 二乘二十四 所以一点五乘一点五五 哇 一点五乘一点五是不可能超过四的 你要不要补一下数学 我说一点五乘三点多 一点五乘三点多 差不多对吧 一点五乘四是六 二乘三是六 一点五乘四是六 算了 这个我就放弃了 就放弃了 但是anyway就是很小了 然后就这么一个小的房间 二十多间房啊 呃 当然这个是包水 包电 就包所有的那些 各种各样杂吉巴 杂吉拉巴的费用 呃 与其说是一个像是一个出租的房啊 更像是一个 我觉得有点像清津旅社啊 只不过是那种长期出租的清津旅社啊 呃 二十二个房间呢 有一个共享空间啊 这个共享空间里面有什么呃 看电视啊 娱乐室啊 厨房啊之类的都在这 就我看了一下照片 他的共享空间 他的设施是还蛮好的 比如说厨房 或者说他的还有影视厅啊 就是大家可能可以聚在一起看个电影 然后看个电视 然后还有就是卫生间也都还蛮好的 但是呢 就是重点就是 他是要共用卫浴 共用厨房 是 然后你的自己的空间又那么的小一个 嗯 然后我就会想 如果是这样子的空间的话 一周还要360的价格 你会租吗 我个人我是觉得不会 因为我觉得在奥克兰 那好夸张哦 360 360这个地方 这个价格你应该还是可以租到 例如说很 就是单人套房 对小studio应该还是可以租到 难道现在奥克兰的房价到了这样恐怖的 我就房租也到了这么恐怖的地步了 360租一个七平方米大的 当然可能有些 有些人会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 因为这个22间房就相当于 你跟22个年轻人 或者说年龄相仿的人住在一起 对 好像还有年龄限制 我看到 说是这种住宅在特别受23到35岁的年轻人的青睐 所以说咱俩都可以 对 坐在年龄段之内 我们要不要相约去坐 25都在这个年龄段之内 可能年轻人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还OK吧 这个尾号0025周围朋友说 汤就是切开的意思 就是在这个广东话里面 然后汤死牛 汤死牛 是打结的意思 哇这个广东话好令人仰慕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您说 这个15年前 就你说的这个房子 就是大学校园在哪个位置 就是从澳大过来这个桥 往奥克兰Hospital走 那个拐角 那是澳大的一个apartment 在奥克兰大 但是归澳大 也不归澳大 就是单独独立的 就像你说的这么这样 已经有了 15年前就320 一个是什么呢 公用的外边 里边没有洗澡 里边没有这个卫生间 就是一个拖子椅子 一个但是呢 有时候他那个床 这个新西兰的床都比较宽 那么有时候就是说 中国人的话 或者留学生吧 就是可以住两个人 一对一小兑 一个看补 一个看补 那么你外边都是公用的洗澡 全是公用的 楼下都是餐厅 然后公用的 上外头吃饭什么的 他们有时候买东西 还往前面走上 那个院的里头 那个山 院的里边不说 和腿头里有各种吃的 什么的卖的都有吗 对对对 我为什么这么了解 我朋友那个孩子 好几个留学生在澳大都都住那里 15年前 15年前就这样了 现在我不知道什么价格 360 那个地方不知道什么价格 对吧 现在这个地方价格我就不知道了 我说这是15年前的价格 好的 我们知道的少 原来这么早这么贵 就是说给他们方便 特别方便留学的这些价格特别高 好的 谢谢你啊 谢谢这个讯息 15年前就300300多 这不打结吗 对啊 其实我觉得我看到这个会想到几个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可以了解他一开始发想 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做法 因为其实尤其是我觉得大学生吧 不太介意说跟很多人住在一起 就跟住宿舍似的 对对对 住宿舍 对就是像住宿舍一样 然后呢 可能在他们觉得是价 这个价钱可以接受范围 他里面还包水电网 对对这个还还蛮好 都包水电网全部包 同时搞不好还可以交到一些朋友 然后我会觉得 好像还解决人生大事是吧 那也有可能对吧 结识了你的那个人生下一半 但是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房间是不是小了一点 七平平米对 听上去是小了一点 我不知道刚才这个朋友说的 这个十几年前那个三百多 是不是学生宿舍 是不是澳大安排的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 有可能对不对 那可能就是那年的学生 当年的学生宿舍就收得太贵 宿舍差不多一周三百多块 是不是 那这个呢是在市场上的 对 维号55599的这位朋友说 小乐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我有理由怀疑是音乐老师教的 应该是音乐老师教的 不见得是体育老师 3639的朋友说 香港真的都是鸽子龙和棺材房 我八年前在香港租房 7000多港币一个月 大概只有20平米 这样算好像还不算贵 20平米7000 这个多少平米来着 9平米 7平米 7平米360 算不过来 算了 我数学也是音乐老师教 不算了 7000多港币一个月 大概只有20平米 两方一厅还有厨房卫生间 我的房间隔壁比地板还大 只能放下一张很小的床 我第一次看到墙壁比地板大的卧室 什么叫墙壁比地板大 墙壁比地板大 我知道了 就是因为很小嘛 所以你地板就只有这么多了 然后墙壁两面四面 然后加起来比这个 就只看到墙 连那个地板的空间实在太小了 这个香港就是很多这样的 在香港你住个什么几十平米 已经是豪宅了好不好 对 只是我觉得在新西兰看到这样的情况 还是让我挺至今的 伟号0628的朋友说英格兰的Batsman很厉害 是我今天上午叫 好像叫Taylor 叫Ryne 不记得了 这个很厉害 不是要不然就叫Ryne Tyler 要不然叫TaylorRyne Anyway 反正就很厉害 好连续打出好多个六分 希望我们新西兰版球队到时候 能够把它给先搞下去 好我们进入广告 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聊 鸽子龙的豪华鸽子龙 豪华汤房 好来自中导美嘉的这首歌 中导美嘉我刚刚看了一下 这个我记得上次有位朋友也点他的歌 就是说他有一些不平凡的经历 应该说是在郑当红的时候 生了一种病 就基本上好像有点失去听觉的这种感觉 中间暂停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再复出 应该说是一个 有点励志的 这么一个歌手 对这个 你首歌好像叫做曾经我也想这么一了白 对对对对对 好像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那位朋友还记得 以后来好像也打上电话来跟我们说 曾经 这个故事 这个歌不是像听上去那样的颓废 而反而是一个非常 励志的 非常励志的歌曲 这个我们也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 中导美嘉 回头去多找一些他的歌来听听 小乐你喜欢听这种日语歌曲 或者看一些日剧啊日本电影啊 我其实个人比较不熟悉日本的歌曲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听不懂吗 对听不懂 然后感觉他的曲风会感听起来比较像 像什么 就是会比较一致 就是他们的曲风都很像的感觉 在我自己听起来 但可能是因为听不懂的关系 这样 那你知道其实早期的日本歌曲 是对香港乐坛有深厚的影响吗 我们现在听了很多 在当年非常流行的一些 香港的早期的乐语经曲 经典歌曲啊 其实都是从日语歌曲改变过来 很多一大票 台湾很多歌曲 是不是 那个年代 这个日文歌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 很多是曲子传过去之后 然后另外填词 对 然后就拿了版权之后再填词 然后呢 在华语夜谈就红起来 然后再回过头来 再去听一些日语的原版的歌曲 挺有意思啊 这个文化挺好 5599这位朋友说 叶老师上过大康老师的节目 是不是哪天 叶老师也邀请大康老师上一次 我的节目 我没问题啊 其实大康老师就是每天赶着回家做饭 对 我们现在向大康老师发出邀请函吗 对 我就任何时候anytime 这个只要他愿意 这个都行 不过我跟他聊什么呢 难道聊这个什么馒头 馒头在快乐吗 很多可以聊的吗 要不然这个新西兰板球 如果拿冠军的话 我试试看 让他再给大家来聊聊板球 他也是板球迷吗 他基本上呢 是我见过的 最狂热的体育迷 就他没有他不知道的体育 我觉得他就有点这个到走火入魔的程度 那要不要考虑跟他一起开个体育节目 以前我最早 我们最早在这个最早开的节目 其实就是个体育节目 那时候是世界杯 世界杯还是欧洲杯 就是你们两个人 就开始聊足球 这个当时我的这个体育知识范围 还很狭隘狭窄或者说 就仅限于我们喜欢的什么体育 足球啊篮球啊 或者说中国的一些强项啊 什么羽毛球 乒乓球 橄榄球 没有橄榄球 游泳啊之类的 所以是跟大康老师交涉了之后 才越来越熟悉 对 你为什么说交涉 不是交涉了 不是交涉 那是什么 就台湾国语是交涉是吧 对啊 在我们的国语里面 交涉是一种就是很官方的 就是我要跟你交涉一件事情 就交流 交流交涉就 那可能是我中文不好 不是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两个地方不同的 在语言在不同地方 这个发展之后的区别 其实我们的词真的会不太一样 我今天早上也在想 这么次 例如说像我今天看到 一个朋友发带娃 带什么 带娃就是带娃 带孩子 海湾绝对不会说带娃 为什么 就娃这个词 不会拿来口头的讲 就孩子呀 带孩子 对啊带孩子 晒娃 对晒娃 也不会 晒什么呢 晒什么 晒孩子吗 晒孩子 也不会说这样 你说晒孩子 你还以为这个这个那个 亮在外面 对啊 亮一家床挂上去那种 你要说晒娃 大家就好像不会这么觉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用词还有蛮多不同的地方 娃这个词可能是更加多 是北方的方言 慢慢的流传到全国了 对对对 以前我们小时候也不会说晒娃 也不会说娃 那说什么 上海人说什么呢 nu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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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 nunu sha nunu sha nunu 好奇怪 为什么越听越怪了 好奇怪 但是但是现在就是语言随着网络的发达之后 这些语言被传遍了全国 是就等于是全国上下不分哪里人都在用这个词 而且你不只说可能在国内可能也会传到国 例如说西方的词可能会传到中国 中国的词可能会传到台湾 台湾词传到香港 是是是很多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日本文化 我们知道其实现在汉语很多都是日语的词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你好 夏吴华 你好你好 我个人提出一点建议 可能攻击到你本人 没事没事 没事 我觉得你现在档次很高 主编辑的水平 降到编辑的话就差一点 就不说什么了 对不对 如果是你是卢主的水平 降到某品牌的泡面水平 那就倒是太平衡了 行 然后你想说什么 想说就点的歌的话 没给播 泡面的歌给播 不太平衡 播播播 您这个什么白什么歌 来个渔州唱完 好没问题 谢谢 他这个可能就是觉得自己的歌没被播 会播 您昨天那个什么白什么歌 白兰歌 最后呢是因为这个来了这个跳舞的啊 这个冲吊了啊 维浩五五九九这位朋友说 我个人的感觉是大康老师上知天文下小地理 好像没有他不懂的东西啊 还说这个娃是四传人的专利吧 这个娃可能真不是啊 我就陕北人也说娃 好像是 感觉是这个样子啊 至于这个大康老师是不是上知天文下小地理呢 哎 你有要报他什么料 我不报 保留意见吧 这个他知他的天文 我知我的地理好了 呃好我们这个呃随便接着说这个哎这个一下就到四点五十分 真是快啊 呃就说这个这样的住房吧 呃所以说小乐你是不会去住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在聊的时候有把他联想到跟那种青年旅社 嗯嗯 那边去但是我觉得如果说住backpacker的话我个人不太排斥 我觉得那是在旅行嘛 嗯嗯 而且其实住backpacker可以认识到很多可能各地来的人 然后可以交流很多不同文化啊他在煮饭你可以看到他在煮什么东西 然后可以跟他们聊天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要长期居住的话 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一些私人空间吧 嗯 因为就等于说呃你在这个地你住在这个地方你除了待在房子房间里面 要不就是在公共空间了嗯 那你还能待在哪里了我觉得会更舒服 也对啊这个 但其实呢如果是你在旅行的途中 嗯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这个这样的这种类似的有很多很多人可以交流的我当时觉得挺好的 对啊嗯那是如果是短时间居住是ok的 如果是长时间让你住个一年两年嗯 你有办法吗 我个人还是应该不会选择这样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会想办法去租一个单人的 小套房所以说现在在奥克兰 city大概一个如果说是单人的那种studio的话大概价格多少 呃四百多三百多差不多四百左右就是可以租到还不足 但是你这个还要加上那个什么 对这个就是补费啊电费啊之类的 对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我觉得它以它提供的东西跟它的价格好像不太成比例 就可能是贵一点但是你想它三百六基本上可以什么都不用操心 是对不对 是没错 什么都在里面 嗯然后呢又可以比较方便 还可以有那么多人去交流 对而且可能你用水用电比较不需要顾忌 是是是我觉得还是 嗯还是有一些还是有一些那个科取之处的哈 好刚才这个知道哥打电话来这个我赶紧下的这个 把他这个昨天点的就是我哥来放一放啊 这个来叫白兰哥啊 这个我找到了一个苏小明的版本啊 这个昨天呢确实是因为呃有乐团来这个我们在 不是舞团吗 舞团 找了半天那种什么街舞这个白兰哥实在也太不像街舞了 我们再听一下 歌唱歌 一年之计在一春天 一片稚气在雨晨 他享受了春节阳光 尝到新鲜的空气 他见到了白云换腾 蓝色天空真灿烂 哦 它是一只白蓝鸽 伴在那场空飞翔 哦 它是一只白蓝鸽 哦 有那桥米山岗 在白云下面再次要飞翔 哦 它是一只白蓝鸽 伴在那场空飞翔 哦 它是一只白蓝鸽 哦 有那桥米山岗 在白云下面再次要飞翔 呵 它是一只白鸽 哦 它又结巴 风上一马 他有健康的身体 他要借着快乐伙伴 共同享受这天地 还挺好听 这个虽然挺老 但是特别有当年那个时代那种 天真无暇 觉得什么一切世界都很美好的这种 对 感觉特别的白蓝鸽有没有 这首这个白蓝鸽 其实我都不知道是谁唱的 应该是 应该是一个台湾歌手吧 我感觉 你刚刚不是说你找了一个 可是我看这个他在播的时候 好像并不是苏小明 这个声音也不像苏小明 Anyway 就是一首白蓝鸽 爱在那场空飞翔 他是一只白蓝鸽 要拿笑你香港 再白蓝鸽 再自由飞翔 好 时间到了下午4点55分50秒 我们就很快要结束第一个小时的节目了 这个广告之后呢 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 还是会来跟大家聊各种有意思的新闻 和一些话题吧 今天呢 我看到了一个有关于这个最新迪斯尼电影 Toy Story 4 其中的一个话题 挺有意思 这个话题呢 其实延伸出去可以说很多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电影一出来之后 只要看过的人基本上都是好评 然后就连那个电影的那个评价 我记得那个Rotten Tomato 现在是百分之九十八把 就是八分 算是很高很高的一个评分 然后IMDB上面也是八点几分 我一会看看豆瓣多少分 对可以看一下豆瓣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里面 虽然说做出来是一个好像给小孩的动画片 但是里面有好多好多可以探讨的东西 没错啊 但是尽管如此呢 还是有人挑了一个次啊 这个这个次呢 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虽然好像有点从天从天而降的这种感觉 闻名其妙就好像就这个话题就出来了 但是这个挑的真的还真的是对的啊 这个 我不是说他这个挑的次 这个道理是对 但是他这个次还真的是存在 真的是有的啊 至于是什么次呢 我们这个整点之后再跟大家讲 下午跟小二老师一起坐在电脑前面 找了半天才吵到这个节目场景 好我们再最后来一首成龙的感受啊 这个听一会儿这个歌之后呢 就我们进入下个时段 这个感受是尾号0025点播的歌曲 我们下来听一下 一首来自花州的稻江行 我记得我们曾经播放过这首歌啊 当时我就挺有感触的啊 觉得很美啊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你好 两位好 你好 刚才点的那首是佛教文化的歌 没问题 可能很难找吧 没有没有问题 我已经找到了 我已经找到了 不够时间的话 想改变 一首关键节的流行 老歌 也可以啊 可以可以 你说 他的万水千山纵横 万水千山纵横 对 好 好 我们来换过去 好 谢谢你啊 拜拜 好 这个 其实那个关键节刚才那种 我已经找到了 没有关系 这个万水千山纵横 对不对 我们一会儿来这个记一下 这个有的时候呢 就是可以得靠记啊 脑子不好使啊 我们来这个 刚才这个 曾经讲 我们要在这个时段 讲一讲这个 最新的迪士尼电影 Tory Story 4 玩具总动员4 会不会剧透啊这样子 不会吧 不会吗 好的 你知道那些迪士尼电影啊 我觉得他根本不怕剧透 因为网上太多剧透了 不对 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呢 就是 其实你可以猜到 他在说什么 而且呢 我想基本上你看到一半 也知道这个结局一定是好的 可能你大概看预告 就已经知道 一定是正面的 一定是正面的 这个是迪士尼电影的一个特点 这个 似乎也有点 也有一点点陷入苛疚的感觉 但就这个电影本身 我觉得是 是非常非常棒的 是值得大家去看 那说这个电影里面 其中有一幕呢 遭到了 最近遭到了一个组织 叫做 One Million Moms的投诉 One Million Moms 这个质疑过来就是一百万个妈妈 百万妈妈 百万妈妈 这是干嘛的 结果不知道 他们投诉是什么呢 说这个电影里面呢 有一幕场景呢 是给小孩呢 传达了一个 或者说灌输了一种 不应该在孩子那么小的时候 去接受的一个观念 就是现在可能算是 我觉得社会上也蛮吵得 沸沸扬扬的话题吧 就是LGBT 也就是多元 性别多元化的问题 或者说就是 我们简单直白一讲的 就是同性恋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个电影里面有一幕 这个女主人 小女主人公 就是那个小孩 对 你们有一幕呢 就是她第一天上幼儿园 家长把她送过去 这个里面很多情节 就按下不表 最主要的是在 这个幼儿园的第一幕 这个场景里面呢 出现了 两个妈妈送一个孩子 去上学的场景 而且这两个妈妈呢 下一个镜头里呢 还拥抱在了一起 对对 就是很明显看出来 他们就是一对 很明显的话 我跟小乐是上网去 一针一针找到了这个 Toy Story 4 找到了这个画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场景 就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画面的 这个算是左侧 这一幕还比较对 比较明显 一个穿蓝衣服的 站在那个长发的这个女子 他用手搭在一个 这个算是算什么颜色 粉色 粉色的另外女子的肩上 这一幕可能大家看不出来 这俩是什么关系 我们再看下一个图片 这就是那个幼儿园 下一个图片就很明显 这个一个蓝色女子和一个 粉色的应该是非裔美国人 这两个人是在一个小孩 这个拥抱在一起 然后跟一个小孩在一起 这个画面里的设定 看上去就是说 这两个应该是一对 同性恋的爱人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抚养的一个孩子 画面交代给大家的意思 应该是这个 我在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是完全没有注意到 我也完全没注意到 所以你今天跟我讲说 有这样子一个事情的时候 我还想说 有吗 我都没有发现 然后我们去找了这个视频 才发现 果真有 完全没有注意到 有的时候也挺神奇的 本来这个事情 可能大家都没注意到 好像这个画面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但是在这个group 提出这个动议 提出这个抗议之后 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一个新闻 很多人都知道 我看了一下 这个group 应该是一个 Conservative Christian Group 应该是一个保守的 基督教的 这么一个组织 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 他们就觉得 你迪斯尼在这样一部 给孩子们为主要观众的 这么一个电影里 是不是有点刻意的 加入了这样一个 同性恋的 这么一个 同性恋家长的这么一幕 是不是不妥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看电影 常常会发现 有很多很多的元素 不管是LGBT的 或者是可能是性别上面的平等 都是电影喜欢用元素 但是这个团体是不是觉得说 这毕竟还是给孩子看的一个片 会不会太小了 让他们这么少 就去接触这样子的一个话题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组织的观点呢 他就是觉得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就是说如果说支持LGBT 支持同性恋 或者说认可同性恋 他也不说什么了 但是呢 你现在是好莱坞也好 或者说迪斯尼这样的 美国的文艺产业 文艺行业 是不是有点太刻意的 去宣扬这种东西 去刻意的 你就像这种要不然的场景 你可以完全可以随便画一画 反正就是一个一闪而过的 这么一个场景 他刻意的去画了一对女性的家长 一对两个女性家长 当然是想突出 这也是可以的 同性恋的家长们也是可以的 同性恋是可以收养小孩的 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 但是我觉得迪斯尼一直都是一个 很尽量保持政治正确的 没错 一个算电影公司吗 是 迪斯尼包括好莱坞 包括很多电影制作公司 现在都有这么一个倾向 现在的问题是 这种倾向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好值得研究的问题 或者说我们现在简单来讲 我现在这个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容忍程度 接受程度吧 不能说容忍程度 应该说是接受程度 宽容度 基本上 可能我们身边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大家都已经能够接受他们的存在 甚至可以为他们祝福 新西兰应该是可以同性婚姻的国家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 那你要不要去烘托和弘扬这种 但是但是但同样的如果说今天这个片里面 他所有的家长都是一男女一个爸爸一个妈妈 会不会有人说你看为什么你现在就在说 好像父母就是要一个父亲一个母亲 现在的社会应该也可能是两个父亲或者两个母亲 那你没有太完善的去呈现这个社会现在的状况 所以如果他没有把这个包含再进去 是不是又会有另外一波儿来攻击 那迪士尼这个属于给自己 他一定是在刻意的表达一些观点 换一换来讲 他不怕造成这样的讨论争议 他完全可以接忍的就画一个幼儿园好了 就像你讲所有父母都是一男一女 或者说他有爸爸送女妈妈送头 爸爸把两人画一起 用这样的方式来展示出来 就不会有任何的人去争议 但是他就刻意的 所以你觉得他是非常刻意的 虽然说在这个这一幕里面 好像我们都没有看到 我们身为观众完全没有注意到 但是这个画画的制作这个动画片 他一定是有意的 一定是有意的 就是告诉大家一点就是 同性恋父母也是可以的 所以这里就涉及延伸出来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或者可以讨论一下 你觉得小乐你觉得或者听众和观众朋友 觉得同性恋当父母是不是可以 哇这个话题 第二话题就是说 如果说你觉得可以或者不可以都行 迪士尼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 过分的去把这个东西烘托出来呢 这个问题大了 这个话题大了 大到我都不知道说啥 大到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好好好思考一下 一会儿回来 好 一会儿回来 对吧 对 然后说有这样的一个画面 其实我自己有看 我真的没看到这个画面 是啊 完全没看到 反而觉得 因为在开车所以看不到画面 我都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一会儿可以分享一下看看这个图片 是是你回去找找看 但是其实我会觉得包括这几年 如果大家去看那个迪士尼的电影 你会发现他有很多的包括公主形象的设定都会不同 然后前一段时间的那个阿拉丁 对对 然后你会发现他去宣扬的都是女性很独立 公主不在 就是说我需要国王保护的 就是说王子的救护 包括很多的在之前那个冒险王好像里面也会有啊 就一堆公主坐在一块的讨论 所以我觉得那会不会有人就 女性组织就是出来说我觉得她太女权了 或者男士会说我觉得 为什么女性总在宣扬独立 那总是有一些观念是要去打破再去建立的 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不是说 现在更多的是爸爸和妈妈带着小孩 那她就应该是这样的 也不是说如果她突出的今天这个拍的 就把所有的爸爸都隐去了 都换成了人 都换成了人 那么可能这个我们值得商榷 但是她只是在云云众众之中的一个镜头 我会觉得 没什么 对保守组织我也可以是理解 但我觉得还是会有更多人可能会不认同 或者会允许这些画面的出现 毕竟你认不认同她都会存在 你时代都会发展 你是不是你身边的人也总会有这样的朋友 所以我们你自己可以去选择 但是如果你看了你说我不要去看这部电影 因为我觉得我小孩子会被污染到 这是你的选择 对 但是她毕竟是开 拍出来给普世去看的嘛 对不对 对 所以我会觉得完全没什么小奇大作的 但我觉得这个画题特别有趣 是吧 我没抓很准啊 拜拜 谢谢 拜拜 谢谢这位朋友 确实 而且现在很多迪士尼迪的这个剧 是不是是动画片 其实是给大人看的 对 我觉得我看完这部 我就觉得哇这应该是给大人看的动画片吧 而且说实在的 要不是这个组织提出来 那些小孩也不会关注到这个细节 所以说到底是谁在炫扬这种行为 我们来再听个电话 喂你好 你们好 您说 你们知道刚才是吴曼给你们打电话吗 我没有听出来 稍微听出来 我没有听出来 我跟他不太熟 其实这种反对那个两位当父母的 其实那些人是怎么说呢 还活在很古老的世界 就没有与世俱进 对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的 我觉得迪士尼乐园他们拍这种动画片 我觉得你没有感到全部都是关于爱和大爱的呢 基本上都是弘扬正面的吧 对啊 然后为什么会出现两个女的 我也不知道因为配合你们的剧情演出吗 我也在猜哈 会不会在创作这一部电影的时候 其中参与的工作人员就是有这么 有这么一个 对 对 所以他们就把它放进去 其实 这很普遍简单的 而且 说实在的 在新西兰 我不知道 其实我也碰见过 就是 两个女生 两个妈妈 就是组合一个家庭 但是 题外话说 为什么会形成这个 这个情况呢 其实 哎呀 这些懒人啊 有时候真的懒了 好了 好 谢谢 拜拜 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话 很有很有话题性的话题 是 这个 真的挺值得讨论的 不过这个歌我们放到一半 这个观众节的万水千山纵横 我们还是把它听完 这个 非常有年代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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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歌曲差不多都是这个套路 吊吊都很像 吊都很像啊 都也挺令人振奋的那种感觉 不过当年那些剧还真是好看 是 确实是 确实是好看 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一些作品啊 好这个 关于这个这个歌呢 我们就暂时听到这儿啊 这个接下来还是 顺着刚才这个话题聊一下去 其实呢 我觉得打进电话的 这些朋友都挺好的 这个无论是谁 这个大家表达一下 自己的看法都挺好 关于这个什么 同性婚姻的 同性恋的问题 同性婚姻的问题 甚至包括同性家长的问题 有的时候呢 我有种感觉 这是一种趋势 是 无论说 可能现在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大家都不一样 有的人可以接受 有的人不能接受 有的人可以接受 同性恋 不能接受同性婚姻 有的人可以接受同性婚姻 但是不能接受同性婚姻 同性这个家长 可能不同的人都会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全盘都觉得没问题 我觉得呢 这就是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现在想象 可能现在很多人都会说 我觉得我认识的很多朋友 都是这么认为的 都觉得这个同性恋 或者同性婚姻 现在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了 对 新西兰法律都通过了 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 现在都通过了法律 支持同性婚姻 台湾刚不久前 通过了这个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过程 为什么说呢 就这件事情在现在 大家已经觉得好像没问题了 可以接受 可是你再回想一下 十年二十年前 根本就是提都不敢提 提都不敢提 谁提就是 怎么说被打死的 大逆不道的 其实呢 我知道在中国内地 因为相对来说 这方面的观念还比较保守 是 其实有很多所谓的 这个叫怎么来 怎么说来 就是他的婚姻其实不是真实的 就是他们是一男女的夫妻在上 但是呢 是其实 其实其中一个人 他不是没有感情的问题 其实其中一个是影童 什么叫影童呢 其实他是同性恋倾向 但是因为这个社会云南压力太大 所以他不敢表达自己的这种性的取向 所以那只能够隐藏在一段 看上去很正常的婚姻关系里面 是被社会所逼 他还是一样跟正常人一样 就是结婚了 跟自己的妻子或者这个丈夫在一起 但是事实上他可能是喜欢 其实这种婚姻是很畸形的 是 很不好的 但是呢 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年轻当中的接受程度就大一些 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同性恋的朋友 情侣在一起 我知道有很多这样的情侣 来到了奥克兰来到新西兰 为了是什么 能够在这里能够结婚 有一种终于可以释放自己真正的那种 所以这就是一个过程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你好 喂你好请讲 您讲 你好 你好请说 两位主持人 你好 我听你们俩今天聊这个同性恋 其实同性恋这种东西 它就是个继承事实 其实古代它也有 只不过是人们的这个道德观念 那时候死活不接受它 那就它就没有生存空间 它是在制约着压抑着自己的这个需求 来生活的 那现在了呢 就是人类进步了 对它接受了 我觉得这是个人类的一个巨大进步 是一个文明的进步 对不对 对 那你同性恋的婚姻也好 什么甚至于说同性恋抚养孩子也好 这个都 你喜欢它不喜欢它 它都会存在 它都会存在 而且这个东西呢 我相信将来会越来越多 它还不会是个越来越少的事情 就像说 我们20年前 比如说举个例子 说30年前 人不结婚 人家直直连点 说这个人好像好奇怪 对啊 现在你觉得这个不结婚 它挺正常 单身主义 那再过一段时间呢 其实这个单身会越来越多 它最后就弄的是全部成宅男宅女 然后它就弄个机器人 弄个什么 全能解决问题 因为人工智能 有一天它就解决了这些问题了 那当然有人就会说了 那人类的未来怎么办 繁殖下一代 人类的繁殖的问题怎么办 其实这些担心 我觉得都多余 因为我始终认为 人工智能的机器人 它终将就是一个新的物种 它有可能终将就替代人来 把我们全消灭了 就变成一个新物 所以你说你瞎担心什么 就是人类 它就是这样进步的 你猜在这个世界上 待个百八十年吗 对吧 想太多 没必要想那么多 愉愉快快地活好这百八十年就OK了 好的 谢谢你 说得非常棒 你看这个基本上 这个听众朋友就把我的想法说出来 我都不用浪费口水了 但是最后那个部分 这个被机器人取代 我有所保留 但是我觉得他说到说 人类会担心 那我们怎么样传宗接代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不用担心的是说 你就算不结婚 你还是可以有孩子 这个是一个方面 对就像之前不多久才听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他的一个朋友 就是自己就是单身 但是他觉得我想要一个孩子 所以他就去买了个精子 然后就打算自己抚养这个孩子 是啊 有很多 再一个呢 现在人类已经全球 现在地球有多少亿 多少亿 几十亿 六十多亿 六十多亿 已经不知道比以前多多少倍了 而且是尤其是最近一百年 这个暴增 我还担心太多 你还担心太少 这个就完全不用担心 再一个呢 我觉得人类自己会修正 当如果这个人口数量出现太多的下降的话 人类的本能 每一个物种的本能 就会去修正这件事情 就会觉醒 觉得不行 我们要多生 不用担心了 没有想那么多 3663这位朋友说 小乐说得很对 为什么所有家庭都要一男一女呢 且不说同性恋父母 单亲家庭呢 祖父母带的孩子吗 下一代人应该要看到这样的情景 见怪不怪才对 本来这个社会就应该尊重所有人的选择 只要合理合法 微号0121的这位朋友说 感觉好久没有听到慢慢打电话参与热线了 就无漫是吧 我一开始还是以为音质不太好的Miss Music 这个梗我没有听懂什么意思 就是可能因为打电话进来 所以画质没有像做节目那么好 音质不太好 这个我一开始也没听出来 因为这个有一点点不一样 就觉得这个女生说话很有条理 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忠实的听众 听出来 其实无论是谁 这个都可以发表自己 对大条英语发表看法 就是这个话题抓得有意思 对不对 说到这个同性婚也很好 同性家长也好 其实我刚才接着那个话题说下去 就这个就是一个趋势 越来越多的会出现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同性恋也好 同性婚也好 这是一个本能的事情 这是我们必须要接受 在我们身边有一群人 这就是他们的本能 这个不是说好像某一个邪教 你鼓吹鼓吹 他们才这样 没有人鼓吹 他们自己也是这样的 以前在以前的社会中 可能是这种东西被压抑的太深了 所以说那以前可能一千多年 两千多年 我们不是特别看多这种井喷的现象 但现在随着这个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大 你喜不喜欢也好 它就是存在的 但是有一群人就有一个说法 就是我同意你说 可能它是一种本能 是一个自然的现象 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社会越来越接受 甚至有一些 不管是倡导或怎么样 好像有一种鼓励的作用 所以就有些人会说 你看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子 反而鼓励了很多本能 并不是同性的人 我觉得这种东西 大家回去想一想 尤其是大半夜的想一想 这种性取向这种东西 能被鼓励过来吗 能被鼓励多吗 就是你承天给我灌输这个数 我就会改变 他可能会说我试一下 那如果说他试一下之后 觉得自己愿意做这个取向的话 那他就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只是说可能就是 他找到的自己 有没有 我们也知道很多 很多同性恋可能原来并不是 一些机缘巧合 一些机缘之后发现 其实真正的自己是这个样子 对找到了一个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科学研究 当然有这些科学研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的 现在的这个是个社会 这个世界的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没有权威 有一个科学研究认为 那就是差不多10% 10%是同性恋 那你上大街走一走 你周围一看 10个人都有一个 那如果是10%的话 那真的是太多了 好不好 地球61.61就是这样 那如果是6亿这样的话 这个社会现在已经慢慢开始开放 能够接受同性婚姻 那随着同性婚姻的这个增多之后 那些同性couple免不了会开始有一个 希望能够抚养一个下一代的需求 当然在生理上 他们做到这一点有点困难 但是现在社会科技这么发达 还是可以的 对不对 包括小乐刚才讲的这个 怎么说买一颗精子 这样的办法 人工受精的办法 或者说有的couple就干脆说 我去领养一个 或者说呢 家里有一个亲人 给他过季一个给他 让他们收养 这种情况 无论你喜不喜欢也好 一定是越来越多的 一定是未来越多 可能过来20年 我们这话题都不用讨论 就是正常的 过了十二十年都不用讨论了 所以这 这个不在于 好像 哎呀 我喜欢 这个希望这个推翻 不至于啊 当然说这个 说到这个宗教团体啊 他认为这些东西呢 违背了他们自己的价值观 他提出他的一些想法也好 抗议也好 也是没有关系的 每个人都有权利 每个组织都有权利 表达自己的观点 但是有的时候呢 这个观点讨论多 反而会 会越来越多的人 你看 本来这个场景根本就没人注意到 我相信 看过这部电影的人 99.9999% 那我觉得这个引发 还有另外一个 除了我们刚刚说 同性的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 会不会觉得 现在的电影 不管是迪士尼 还是好莱坞也好 会不会有一点 过度的政治正式了 这个就是下一个话题 对不对 在下一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来听一首歌啊 来自 这个什么 黑撒乐队的西安女华 我看看是 是哪 在这里呢 这个刚才知道歌打电话 来点一首歌啊 对 但是那个 我们 太专注在他讲的话题 有点没有听清楚 他要的歌 我就光顾着播他昨天点那首歌啊 那如果知道歌 现在还在听节目的话呢 麻烦打个电话上来 或者发个短信告诉我们 要听什么歌啊 我们尽量来安排 呃 话题啊 说到现在已经是五点四十六分三十六秒了啊 这个 等下十分钟的时间 还有就顶多十分钟的时间啊 这个如果说 呃 我们这边还有听众朋友点了一首 Beyond的的冷雨夜啊 我一会儿也会给大家 呃 补调啊 嗯 呃 因为实在是有点 有点嘴干 哈哈哈哈 有点想休息一下是吧 有点说不下去啊 呃 怎么说呢 就是呃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同性恋 或者同性婚姻啊 或者说同性收养孩子这种事情呢 可怕 哎 这个不受大家的意志而转移啊 恐怕是一件会越来越多的事情 但是话题一转 转到这个好莱坞也好啊 迪斯尼也好 嗯 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 这件这个话题上的这个呢 可能就是值得讨论啊 包括 呃 前段我们都知道这个有一个著名的 呃 新的这个迪斯尼的 是迪斯尼吗 还是是哪个 是迪斯尼的 是迪斯尼的 一个真人的一个 一个电影呢 叫做美人鱼 对啊 他在选角啊 选角还是选角啊 选角 选角都可以啊 呃 这个美人鱼呢 我们都知道呢 是来自于这个安徒生童话 是的 是一个丹麦的这么一个故事背景 故事背景啊 呃 这个描述的这个王国啊 这个各种情况啊 都是在北欧 呃 但是呢 迪斯尼呢 最后选了一个黑人女演员 21岁啊 这个挺年轻的啊 这个也看上去也很呃 就是很活泼 很有活力的 这个这么一个女孩去演美人鱼 呃 背景的啊 这么一个童话故事里面 选了一个黑人啊 这个我们都知道 人员流动的是最近可能 呃 就这么说吧 啊 就是比较近的 年代比较近的一件事情啊 对 恐怕在这个呃 这个这个童话的写的 这个背景故事里面呢 在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 呃 黑色皮肤的人生存的啊 或者说没有历史支持 对 而且有人指出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 他有一些的这个算是词吗 是这样说这个时候小美人鱼就举起他一双美丽的白嫩的手 嗯 或者说 对 就本身他就是有一些词 白皙的皮肤啊 呃 所以说呢 这边呢 就有 有些人会觉得啊 这个呃 你要讲这个种族多元化没问题啊 你要讲政治正确也没问题啊 你要这个呃 弘扬一些所谓的这个呃 把一些黑人元素啊呃 加进这个大片里面 嗯 他也问题不大 但是呢 在这样一个故事背景里面 你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 对 就是为了要政治正确刻意去找一个 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啊 还有另外一个也是我们最近看很多电影 我们也会发现好像 女性角色 对 女性角色 像之前看那个Vangers 他有一幕就是全部都是女性英雄站在一起的 嗯 然后还有像包括可能Captain Marvel啊 就是他呈现的那种就是 他很想要强调这女性的这种感觉 当然这个呃 呃 男女平等啊 嗯 女性英雄和男性英雄一样可以拯救世界 是 呃 人人平等啊各种肤色都是平等的 所以呢童话故事里有黑黑人的演员出现也没有问题啊 只是呢就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会不会有点太刻意了啊 或者说这个我们说今天说的这个Toy Story 4里面啊 就玩具董东元寺里面呃 是不是太刻意的安排了一对呃都是女性的couple啊这个把小孩送幼儿园 嗯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你觉得你发表一下看法先 我是觉得我不知道我个人觉得同性这个还有呃就是可能种族多元 我觉得还比较我个没有那么的在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对于女性权利这个我特别特别觉得很刻意 然后你觉得太刻意 或者说我看到太多太多电影里面都有这样子的元素在是 对然后我觉得是啊 大家大家现在都知道就是女性跟男性是可以有一样的能力 嗯 但是你有必要说每一个电影都一定要重复 那我来问你一个问题啊原来那些这个所谓的呃英雄电影啊包括漫威也好DC也好啊包括各种那种电影 几乎全部是男性主角 那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觉得他们很刻意的把男性主角称托出来 那你说还是有女性啊 但但基本上这个主要人好像比较厉害的都是男性嘛 你看这个就算这个Avengers系列电影在之前拍的一系列蜘蛛侠蝙蝠银铁侠 我算是漫威迷了吧看了好多好多雷神啊 呃奇异博士 那还是有那个黑呃 black widow呀啊 啊这就是啊那我来算人数好了 嗯如果是男女平等的话因为应该是男女英雄一样多 可是并不是吧对不对 嗯所以说呢我也知道现在可能好莱坞电影或者迪士尼电影是有点刻意的强化女性角色的一个趋势 但是会不会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啊会不会是因为以前的呃情况 他们太想纠正这个过程有点有一点点把这个就是说 想要搬回来 哎搬回来 原来就是好像大家都在往那偏 嗯但就会不行 我要搬回来 但是搬回来呢 你如果说呃搬的不够力的话 那可能还是就一点点 所以他就用很大的力道 他就索性啪把他搬回来 搬回来 搬回来之后呢可能有些人会反弹 哎你就太多 然后再弹回去 呃虽然这个我们也有讲啊 确实是现在的越来越多的角色在强调女性的这个能力啊 power 或者独立自主啊 可是大部分的文艺作品或者说电影作品电视剧 你不得不说 是没错 像刚刚那个听众说到说像我们看的阿拉丁电影 对 他也稍微改编了一下原本的故事 这个公主变得说她想要变成女王 是 我觉得这个是ok的 因为我觉得她没有太过 嗯 她虽然是说ok她想要强调这个女性的这个能力 但是我觉得她没有太过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 把所有的女性都变成最最厉害的 我就会觉得这样太过了 是吧 我记得这个小时候有看过一个动画片叫西曼 你有没有看过 我是西曼 然后变身就很厉害 然后后来呢 就可能也觉得西曼一个人不太好 就搞了一个西瑞 她的美国人西瑞 其实这个话题永远是存在的啊 可能不同的朋友哪个不同的见解啊 当然是我个人是觉得 确实现在这个文艺作品也好 或者说各种电影作品也好 确实有一种趋势 有点矫枉过正的趋势 但是我是觉得可以理解 你不会觉得是伪善吗 我就可以理解 我觉得呢 这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形成的男女性别不平等的前提下 就这么说吧 以前一直是男性做主角 主角的 就是压倒性 那现在呢 他刻意的多了一些女性做主角 也许是有一点点压倒性 但是呢 他仍然在整个局面中 如果你真的是觉得男女平等的话 你会发现 你把好莱坞或者迪士尼最近拍的电影抄下来 你对比一下 你会发现还是男性主角多 还是多一些些 还是男性就是男性powerful一些 只是相对现在多了很多很多有利的女性 什么竞技队长之类的 对 就我突然像前不多久看那个man in black也是 man in black他明明就是就是男生嘛 woman in black 他最终故意要找了一个女生 对 然后里面他也说到为什么不是woman in black 但是你知道也有些女生啊 就会觉得刻意过于的过于强调女权 其实也是一种对于女性的歧视 你懂我的这个反反过来的意思吗 就有些人觉得可能有些女生觉得这个该怎样就怎样 你为什么一定要来刻意的强调这一点呢 当然这个社会发展的今天各种多元化的想法和文化都会爆发出来 我个人更相信更有理解这是一种 对于以前东西的过度纠正的目的呢 其实还是想 因为你知道会反弹嘛 对 就像小乐现在可能就是一种小小的反弹 或者说其他人的反弹 然后呢就慢慢的会往再偏一点 有的时候呢 我们记得前两天讲那个上海的这个垃圾分类 对对不对 也讲到这个有没有太过啊 你要说纯粹从操作的角度来讲 你原来都不分类 现在一下分那么细啊 现在搞得上海人民怨声载道 我最近看到我这个以前上海上海朋友 一些朋友全然都发掉 就是现在就是夏天嘛 现在走进小区呢 上海各个小区走进去做一种淡淡的嗖嗖的味道 酸酸的味道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把厨余拉出来 因为厨余拉机现在 因为以前都扎一扎就扔进去嘛 对现在这个厨余拉机啊 就是所谓的 另外一个分 湿垃圾 湿垃圾它不能把塑料袋倒进去 哦 因为塑料袋这个是不可不可用的 所以它是直接倒桶里 所以你就把自己的袋子拿过去 把这个垃圾倒出来 然后把塑料袋再扔到干垃圾里面去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因为你这个垃圾原来是袋子扎好的 不透气 你倒一倒的话 肯定有一口气味也会出来 但是很多人也会觉得 哇你这个是不是矫枉过正 哎但是我觉得呢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适应 对 一段时间适应 但我反而觉得上海这垃圾分类有一个 我其实有一点小意见 我觉得它 我还是觉得它分太细 就比如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 我觉得像新西兰这种就比较好啊 嗯 就是最简单的就是一种啊 呃 就是可回收垃圾 对 然后就有害垃圾 然后剩下垃圾就一起就完了嘛 是 对不对 这个工程是应该有 就是不需要分到干跟湿 分干湿是后续垃圾处理的问题 嗯 它不能把这个问题放在前端 让市民问题解决 那你知道为什么呢 是因为现在在新西兰大部分人 涉垃圾是已经用那个 waste deposer 把它直接丢掉了 嗯 所以就不会 所以我们大部分 好像看起来是很多垃圾实际上 都只有大概是干的 不是还是很多人没有在用啊 是吗 不一定所有人都在用啊 就是我觉得我就一点点小感慨啊 然后时间到了下午的5点56分02秒 我们也这个呃 就到这吧 也不要再争了啊 这个可能呢 为什么最后用了个垃圾来结尾 哈哈 我这个何止用垃圾呢 两个人想的好好的 我最后的 还用一个beyond的冷雨液来结尾 是不是大家听上去 嗯 感觉又湿又冷的 还好啦 这个我看天已经放晴了啊 好 无论如何 祝大家在这个中国有个好心情 希望大家呢 能够趁着明天天气还好啊 能够出去玩一玩 轻松一下啊 最后带给大家带来一首冷雨夜 来自5599这位朋友 我们下周再见 下周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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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周见